大家好 我是香蕭仁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一如往常亲自在频道回复观众的留言时 看到有一位观众告诉我说 TLC颗粒实权MP33 Pro 2dB的读写速度 远超官方标示 可以跑到3500和3100MB每秒速度 而且目前特价中价格也超杀的 只要台币2188元 我是马上回复观众说 你一定是搞错了 连在电商购物平台上的资讯 也是标示读写只有2100和1700MB每秒 可是当我点开观众贴给我其他购买者的测试资讯 真的当场把我吓傻了 在Crystal Dismark空盘0% 实权MP33 Pro 2dB的读写速度 可以高达3573和3108MB每秒 我的妈呀 和官方标示相差1000到1500MB每秒 如果说这是测试误差 鬼才相信啊 而且售价更便宜 赌血速度反而还大大提升 这样的操作真的太反常了 还好冷静观察一下 原来是换料成大陆厂商 连云主控和长江储存颗粒 难怪赌血速度成绩 像是吃了大补丸一样 突飞猛进 还好在预购中 我有订到一支MP33 Pro 1TB版本 只是何时能寄到货 就看排单进度了 但事情可是没有打算这样平静下来哦 又有观众告诉我说 另一款实权MP33 2TB正常版也在特价 而且读写速度也都是一样破3000MB每秒以上 开心笑说 买Pro版的人真的买贵啦 要哭哭了 嗨 还好在多位购买者告知 MP33 2TB是有新旧版本混合在出售 大玩抽抽热中 所以就要看个人的运气能抽到哪一家主控和储存颗粒了 而我也把新旧版本的识别方法放在我YouTube的贴文中 教大家可以避免买到旧版造成自己心情不爽 所以这目前要玩抽抽热的MP33 2TB M.2 SSD 我就暂时没有打算买来测试 最少要等到全部换成新版连语主控和长江储存颗粒 我再买来测试给大家看 而在等待实权MP33 Pro 1TB到货的期间 也顺便要来把我的测试机台升级到更高一点 读写速度M.2 SSD 依照目前在上面使用的KC2500 250GB 真的只是刚好够用而已 所以在电商购物平台网站找到目前的特价中 Acer宏基Plato掠夺者GM7000 1TB PCIe 4.0 M.2 SSD 它的读写速度有7400和6400MB每秒 TLC颗粒又有内建快取记忆体 5年有限保固 只卖1999元 在这种原厂的散热片真的非常有竞争力 超坏了也不用心疼 刚好把测试机台M.2 SSD读写速度一次攻顶 真的是两全其美的做法 但这支GM7000预购也让我足足等了5-6天 结果还比实权MP33 Pro 1TB更快到货 那我们就先来开箱测试 要来当陪测者GM7000 1TB M.2 SSD实力在哪里吧 打开寄送包装盒后 里面有GM7000一盒和附送的原厂铝合金散热片 而在GM7000主体包装质感做得非常好 和三星M.2 SSD包装有的拼 这也难怪宏基把它定位成电竞等级 整体包装上也不过于随便 大力按压时保护性佳 嗯...不错不错 而在盒子正面印有产品照片 左下角是产品名称 也大大标示它是PCI Gen4白色规格 而我买的1TB容量最高读写速度 有7400和6400MB每秒 已经是目前PCI 4.0 M.2 SSD高阶款的水准表现 但我是不太了解你这新创冷门品牌 也在上面贴上防伪贴纸 现阶段真的有人会想去仿冒你的产品吗? 嗯...真的很耐人寻味 在背后则是产品注意事项、产品规格说明和厂商资讯 而它的代理商是真理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次买这一家代理商产品 也不知出保固会不会重重困难 欢迎有交锁过的观众在下面留言告诉一下 谢啦!那快来把GM7000拿出来看看 哇!这内盒是用透明塑胶盒 把M.2 SSD主体固定得非常牢固 左下角还有附上一颗锁M.2 SSD的螺丝 真是好评啊! 哇!这时就要建议大家可以反方向来打开 不然这颗小小螺丝滚到地板上就会变得非常难找了 而这本多国语言快速安装指南说明的也相当清楚 有空时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剧院期间主控和储存颗粒上方 在出厂时已经先贴上超厚的导热胶垫 要安装它附送原厂散热片 只需把上方保护贴纸撕掉就好 而且它的粘性真的蛮强的 所以要选择什么散热器使用一定要先考量好 不然要再拉起来真的会搞死人 而且我也觉得在主控颗粒面也是用一样高强度粘性双面胶贴上 所以为了有最原始完整测试资料 我就不打算撕掉给大家看它是用哪一家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 请大家到官网推荐测试文章中 就能看到它使用的主控晶片 是因刃科技的IG5236晶片 采用12nm制程 官方表示读取都能达到7400MB每秒 它的记忆体颗粒则是使用蓝牙颗粒 我买的是1TB容量 所以只有1GB单颗粒 再储存颗粒是使用美光3D TLC颗粒 希望第一次使用这样配置可以让我使用很久不会出现问题 接下来是它附赠的铝月金散热片介绍 嗯?感觉看粗臭文中照片是不小一个 怎么看到食物后觉得是小巧玲珑 尺寸大小还比一个成人的宗旨小 这...这样真的能压得住高发热量的PCIe 4.0 M2 SSD吗? 真的让人很担心 而我也用此测量它的散热片厚度约有1公分 宽度约在7公分 希望这种厚度散热片真的如厂商说的可以再降实度 那现在把它们两个组装起来上机测试吧 首先按照官方安装要求只要把最上层保护胶模撕掉 再把原厂散热片左右上下对好 再大力压上贴好这样就大功告成啦 贴而后感觉是粘得蛮紧的 希望在测试高温期中可别脱落掉下来啊 而这次测试机台都是和上次一样 用机家D690主机板搭配Intel 13代i9-13900K CPU 只差这次必须要把微星RX690XD显示卡拆下来 改用CPU的内显来测试 因为我这D690主机板 其他的NR2插槽都设计在显示卡下方处 如果你购买NR2 SSD有加装散热片 安装会卡到显示卡的机会非常大 几乎显示卡都装不太上去 所以在购买NR2 SSD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而在上方另一个陪测的NR2 SSD是SN850 500GB 读写速度有7000和5300MB每秒 并且有加装主动式9XNR2散热器来帮忙散热 但注意哦 它已经有安装MacOS系统在里面 又被有分割出120GB空间来测试读写用 可能效能会再差一点就请大家见谅了 最后再把KC2500 250GB加装乔斯伯散热器 好完成快来开机测试吧 而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24度的台湾春天 首先是Crystal Disk 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的NR2 SSD 而这机院7000的发热量真的名不虚传 只是开机待机3分钟什么都没有做 连加装原产散热片都可以高达46度 真是厉害呀 但最让我意外的是加装原厂散热片 GN7000在Crystal Disk Mark 连续读写性能测试 还能把PCI4.0 GN7000 M.2 SSD 压在60度上下 让它没有出现高温降速问题 也算是不错表现 和最后在空盘08测到读写速度 读取有7114MB每秒 写入有6474MB每秒 都算是在PCI4.0 M.2 SSD 的高阶等级表现 在4K Q1 T1 也是相当好的水准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 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9898分 IOPS约在72万和94万 EGN7000初登场的表现实力真的蛮吓人的 完全没有烂鱼冲速或是夸大不时的问题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来对GN7000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在开始测试初期 读取速度约在6100MB每秒上下跳动 但过了28%后 就会出现不规则小小的掉速问题 我心里想它不会是受到高温问题而掉速吧 我是马上把监控软体打开看一下GN7000的读取温度 也还好就差不多是接近开机待机温度 而且掉下来回复的速度还算蛮快的 在使用上应该影响不会太大 而最后大约用6131MB每秒的读取速度到结束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在测试初期写入速度约在5800MB每秒左右 大约在过了35%SLC快取耗尽后 就马上掉到1900MB每秒左右 结果又再次出乎预料 在44%再次出现掉速问题 开始上上下下大幅度的跳动写入 最高速度可以来到2300MB每秒 最低速度可以来到1000MB每秒 此时监控软体显示 GN7000的写入温度已经往60度以上高温冲 所以我的猜想应该是触发了GN7000的温度保护机制 只要你超过设定60度时 它就会出现强制降温降速 来保护GN7000的写入资料安全 如果真的和我猜想一样 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一个更好主动式散热器加装上去 来延迟这60度温度保护机制慢一点发生 加大延长你的资料写入速度 而最后它大约用了1551MB每秒左右来写入完成 所以如果你能接受加装原厂散热片跑出这种成绩 那就可以省下买Andra 2 SSD散热器的钱 就看个人需求了 接下来用实际档案来写入测试 一样使用上市的52GB大小测试档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被分割出来的120GB空间的 SN850的读写性能表现 在Crystal Disk Mark半盘测试到 读取有6901MB每秒 写入有4169MB每秒 然而它的读写温度最高大约在41度 所以说加装一个高效能的主动式Andra 2散热器 对PCIe 4.0Andra 2 SSD帮助真的很大 接下来从SN850把52GB测试档拷贝复制到GM70001TB里面 而在同等级Andra 2 SSD传输速度真的有够快 大约可以在2-3GB每秒15秒内把52GB测试档拷贝完成 我的妈呀 这平时把2.5寸SSD搞得燃氧麻烦的52GB测试档 如今却被GM7000按在地上摩擦来为好几次 对它一点压力也没有 不起 依我多次测试SSD经验 通常第一次空版08写入速度都会很狂妄出奇的快 再来拷贝第二次52GB测试档到GM7000里面 哎呦 既然还是一样能快速写入速度完全不受影响 好强啊 不怕 我们再用52GB测试档把GM7000塞到99%满盘 就不相信这样做不能把它打回原型 但很可惜 我大约拷贝到第7次 总计有364GB10 结果触发了GM7000的60度温度保护机制 造成这个猪队友把它拖累了 写入速度也开始掉到1-2GB每秒上上下下的跳动写入 大约拷贝到第11次总计有572GB 在温度保护和SLC模拟空间用完双重问题下 最后写入速度会再掉到1GB每秒左右 再上上下下大幅度的跳动写入 我一直测到99%满盘 写入速度也没有再改变过 老实说这种写入速度还是非常的好用 真的比其他M2 SSD最后降速到 只有120MB每秒的机械式硬碟写入速度真的好太多了 那一样再用Crystal Dismark 来测试99%的读写性能 哎呦 真的服了你了 读取有7093MB每秒 写入有6535MB每秒 就算达到99%满盘 GN7000也是有高水准表现不掉速 最后是在ATD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以上区块的读写表现真的有够强 已经马上达到2-3G每秒的读写能力 而且过了256KB以后 就是整个读写速度大爆发 直接冲到极限值6-6.6GB每秒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是一样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最后在狂测一轮后 我再用Crystal Dismark 查看GN7000的硬碟健康度 还是能维持在良好100% 真是好强啊 那以上是 红基掠夺者 GN7000 ETB PCIe 4.0 M.2 SSD固态硬碟测试 老实说测试到最后 结果是让人很满意的 感觉红基是有用心在经营 GN7000的读写性能 唯独就是它的温度保护机制 在PCIe 4.0 M.2 SSD真的很容易在60度中触发 而影响到它的写入速度 我个人强烈建议是直接改用自行购买 主动式M.2 SSD散热器 不然才写到360GB就开始降速 真的太可惜GN7000的实力表现 那也建议红基掠夺者GN7000的高速读写速度表现 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千万别再卖开后 又出现大量割韭菜偷偷换料酱素降品质 最后搞死自己的明星商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已经收到GN7000 NR2 SSD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使用心得感想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江娇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